号称史上最大规模总投资金额将近七百亿元的台北双子星大楼联合开发案 不止弊案成生取得第一顺位的一约权的太极双星团队 因为缴不出履约保证金宣告破局 由第二顺位中华工程公司递捕 捡运局宣布最后的审定十项条件 中共最晚必须在十月六号决定是否签约 争议多时的台北双子星大楼联合开发弊案 取得第一顺位一约权的太极双星集团 因为缴不出履约保证金 台北双子星大楼联合选告破局 由第二顺位的中华工程团队递捕 经过四次会议后 五号宣布最后十项的审定条件 中共在签约前必须先缴交 包含履约保证金共八十七亿多元 八十七亿左右 它是分三个部分 就是一个是供购款六十七亿多 六十七亿六千多万 然后还有它的履约保证金 十九亿 在家前面设计费用一千六百多万 为了确保中共有能力和财力兴建 不能盖到一半 因为资金缺乏而停工 捷运局要求中共必须向银行 签署融资保证书 保证一定盖得成 这一栋大楼盖下去 就是一定要会盖成 不会盖到二十层或三十层或五十层 因为资金缺乏而停止施工 贾运局五号下午已经寒文给中共 中共必须在三十天之内 也就是十月六号前回复是否续约 并同时完成缴交相关费用 以及合约用印等事宜 如果对审定条件有意见 必须在十天之内提出 而最后如果中共没有如期签约 是否由第三顺位地补 或者是重新开标 捷运局表示一定会签成 给市府做最后决定 记者零星朋友组台北报导